苹果新出的M3芯片 性能参数不仅挤压膏 而且价格还在死扛 比如最低配置的MacBook Air 8加256竟然要8999 小一个W了 同比小米14手机用的也是最新的芯片 人家16加1个T才4000出头 另外惠普Windows笔记本 i5的15.6高刷屏 16加1个T也是4000出头 不得不说苹果的溢价真是高 怪不得他们都说苹果的存储都是用金字做的 当然人家苹果也是有资本的 人家封闭的系统生态做工品牌 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所以它才会一直挤压膏 从2020年的M1芯片到2024年的M3芯片 这4年到底提升了什么 另外8加256这配置够不够用 正好我也有一个M1芯片的Air 也是8加256 现在已经降级到MacOS 12 Monterey了 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价格 目前M1芯片的MacBook Air 8加256 二手的价格在3500到4000 新的M3芯片的Air 8加256是8999 然后再看账面参数数据 M1芯片是8核 4个性能核 4个能效核 7个图形核 16核的神经网络引擎 那M3芯片呢 同样是8核 也是4个性能核 4个能效核 图形核心是8个 比M1多了一个 同样还是16核的神经网络引擎 另外M1和M3芯片的内存宽带 都是100GB每秒 但是M3多了个硬件光线追踪 而且还多了一个AV1的解码引擎 注意是解码不是编码 这个AV1的解码 英特尔那边12代的核显 就已经支持AV1的解码了 苹果在这方面晚了两年 然后说屏幕都是13英寸 分辨率也都一样 都是2K的 都支持P3广色域 但是M3多了个Liquid的屏幕 更好一些 最高亮度是500尼特 色彩是10亿色 也就是10比特 M1和M3的Air 低配都是两个雷利USB4接口 都是30瓦的Type-C充电头 M1用的是USB-C口给MacBook充电 M3用的MacSafe3给Air充电 另外还有老款的M1用的是720P的摄像头 蓝牙5.0 WiFi6 其实WiFi6已经挺好了 挺主流的了 M3用的是1080P的摄像头 效果更好 蓝牙用的5.3 WiFi是6E 续航都是最长15小时上网 M1用的是49.4瓦的锂电池 M3用的是52.6瓦的锂电池 按照这个续航箱等 M3电池容量多一些 说明M3耗电比M1还要多一些 性能更强一些 扬声器和麦克风系统 M3会更好一些 账面参数也要好一点 M1支持一台6K60Hz的显示器输出 M3的Air除了支持6K60Hz的显示器之外 如果闭合了MacBook Air 还可以使用第二台外接显示器 分辨率可以达到5K60Hz 这点还是不错的 目前我看到的就这些 没说到的欢迎补充 至于说怎么选 如果你是轻度办公 装个币 上网文字处理 可以选个8加256的M1 轻度办公我感觉就够了 如果想当主力机 至少得配个16G加512 否则用起来会十分别角 内存硬盘都很别角 别信他们说的什么统一内存 这类的鬼话 8G就是8G 我看着那个虚拟内存就焦虑 所以这两年我用4080电脑作为主力机 M1的Air目前主要给孩子上网课用 还是挺好用的 最后说说价格 16加512配置的电脑 就算是Air也得一个W起步 一个W你买个Air 感觉有点智商税的意思 建议上个MacBook Pro 新出的M3芯片的16加1T的Pro 要1.6个W 其实这个价格还可以 并不算贵 想当年M1芯片的MacBook Pro 16加512也是1.5个W 14999 主力机就得这个价 因为主力机你天天用 买的贵用的便宜 各位说是不是这个零 请不吝点赞噢